而就在立委爆料交通部长叶匡时 因为巧鼓不成逼退中华电前董事长李延松 可是呢很尴尬的是 今天叶匡时还颁奖给当事人 颁奖合照后大约五分钟就结束了颁奖的过程 照片上虽然带着笑 但双方并没有太多的互动 李延松在会议开始前五分钟到了会场 而面对记者的提问 他的回答都是雨带尴尬